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期节目呢,主要是说那个HR或做那个背景调查 那么今日呢,这个我们这个群里面有一个HR的吐槽 公司呢,前面两个月呢,招了一个财务经理 然后呢,老板面试的时候呢,感觉还不错 当时呢,因为急着要人,背景调查就没有做,就让这个财务经理呢,就录制了 那这个财务经理录制以后呢,表现呢,并不十分的理想 而且接连呢,出现了几次比较严重的这么一个大的专心失误 这个嘛,就引起了老板的这个怀疑 老板要求HR呢,对这个财务经理做一个背景调查 结果呢,发现这个财务经理,他的工作领域存在非常严重的造假行为 并且和前面几家公司都有过劳动仲裁的一些案底 于是呢,老板就要求这个HR立刻呢,是在这个使用期内 以不符合录用条件,解除和这个财务经理的劳动合同 尽管公司呢,证据比较充分,流程呢,也合法 但是,一般性来说,你说这个请神容易,送神难 然后,而且这个财务经理,他拒不承认自己有什么过错 反而指责呢,这个公司呢,提供的支持和购 甚至在那个离职的时候,他拿着公司这些机密来威胁 要挟这个公司,这个公司税务部门的这个领导 那要求公司呢,支付将近四个月的一个工资 作为他的一个补偿 并且在公司内外诋毁 这个公司和相关的一些负责人 那么,这个对公司来讲 这个,呃,最后他是没有办法 呃,在那个仲裁老师的这个调节下 当时好像是支付了两个月的工资 作为这个封口费 当然这个事情呢,我们 当然是作为一个个案 但是呢,他也反映了我们这个 在招聘当中 做背景调查的一个必要性和重要性 作为一种辅助面试的工具 背景调查呢,在这个降低路用风险方面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呃,那我们现在就来 对这个HR做这个背景调查 我们来做些梳理和那个分享 那,背景调查 这个,应该讲这个名词 呃,它是根据被调查职位的一个 胜任力素质模型 开展的一系列科学严密的调查和分析 呃,它是可以有企业的确认来做 也可以委托那种 比方说猎头公司啊 或者专业的第三方 背景调查公司来做 这个具体是有谁来做呢 这个取决于公司的预算 以及整个一个调查的难度 呃,那么我们来说 哪些岗位需要优先来做这个背景调查呢 那么一般性来说 我们会分成三个层次 一个是比较关线性的岗位 就是说那些掌握公司核心技术的 那些技术骨干 或者说,呃,掌握着公司核心 客户的关键的销售人员 呃,后会接触到公司 财务机密的那个财务人员 涉及到公司资金管理的这些岗位 那甚至我们平常在说的一些 管理的岗位 也其实也需要做这个背景调查 那第二层次的话是 呃,中高层的 那个管理人员 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这个,因为你也想到属于这个公司的这个管理层 如果一旦选错人的话 对公司的发展来讲 这是致命的 中层管理人员呢 它起到一个乘上起下的作用 属于公司的一个执行层面 一旦选错人 也将将,这也将会大大的减弱公司的一个执行力 上面的展示主就可能会无法正确的实施 所以中高层,中层高层 对于两层次来讲 管理人员还是有必要去做背景调查的 第三种可能就是我们在讲的就是背景 就是在整个招聘当中 可能在面试的时候 就是说 我们觉得有重大疑问的一些人员 就是说可能在面试的时候 可能他说无法说出离职原因 或者说对工作描述很不清楚 对工作业绩描述不具体的 甚至有时候我们会感觉 这人的工作离职会有些断层 但可能问他本人他可能说不出来 可能说有时候我说 哎呀这段时间我可能在家里面 或者我去干嘛 但可能实际根本不是如此 对于由谁来做这个背景调查这件事情的话 一般性是这样子 对于HR本身就是负责招聘的这个公司来说 那么只能有HR来做背景调查 那么有的时候可能是 对于有些有专业的招聘团队 或者说一头公司 就委托一头公司招聘的一些公司 那么一般性来说是分两步进行 一般性来说 首先他可能是由负责招聘人员 他进行背景调查 然后再由那个HR来进行背调 或者说是先由一头公司做背调 然后HR做背景的调查就核实嘛 一般性会分两步 那这样的话好处是在于可以就是说 既可以查录补缺 又可以杜绝那个招聘人员或者猎头 他为了提高那个招聘的成功率 提供这种虚假的这种招聘信息 那么一般性来说我们来讲 什么时候做那个背景调查 这个时间上面 什么时候比较合适 那么一般性来说 在面试的前后做背景调查都可以 一般安排在那个面试的出事以后 没有通过出事的 那我们就不用做背景调查嘛 那通过出事的人的话 背景调查合格的 我们一般性才会图置大家 比较说服事 或者说发放录用通知 这样的话就有利于这个 节约整个资源降低招聘的一个成本 一般性来说我们讲背调查 一般性有没有背调哪些人呢 一般性来说我们会去找对方公司的HR 因为HR对候选人的这个 基本情况呢比较了解 作为同行 他们也会比较容易配合 做这个并调查 第二个就是他的直接上级 那直接上级对于候选人的能力和业绩呢 他比较了解 那么对候选人来讲的话 他没有任何的一个利益冲突 获取的信息呢相对于说比较客观 真实 还有一种就是下属 下属呢对候选人的这个管理风格 理念 比较说他候选人的一些人品都是比较清楚的 那通过这个三个 呃维度的话 我们觉得 能够调查清楚 当然有些 嗯 HR可能他会得去调查他的一些评级同事 对吧 当然有时候可能打电话进去 我去问的时候 可能多了一圈 这个不是说每一个层次都会 愿意回答 有可能 他过去他说 我不想回答这问题 或者说我们不方便 这个还是有的 所以做备调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嗯 背景调查 那么查些什么内容呢 那么 那么 背景调查的内容呢 无关乎候选人的一些基本信息 等显性内容 和能力 业绩啊 个性特征等隐形的一些信息 那么具体一般性来说 我们有以下的内容 比方说 那个候选人的职务 他的工作时间 工作职者 和内容 他的汇报关系 下属人员 工作业绩的 呃 然后 还可以我们查一下 比方说 他的一些别证书 学证书 然后呢 他的一些励志原因 呃 他之前公司的 一些信息待遇 这样的情况 这都是可以调查的 那 呃 还有比方说 他的一些信息爱好 然后说 与上家公司的关系 是不是有解除啊 呃 有没有签进这些 呃 经验限制协议啊 然后有没有比方说 呃 其他到底如何 呃 是不是有违纪 呃 与同事的关系 个性特征 管理风格等等 那么 呃 呃 一般性来讲的话 我们 呃 如果做备调查 那么我一般性 还是给 做备调人员的话 提起个人的一些 意见 那么呃 如果在做备调之前 建议还是要与 那个 这个后选人签议一份 被进调查的一个授权书 就至少 呃 同 要对方同意 去做备调查 是 或者他同意的 这样的话 就避免 呃 呃 侵犯到 那个 后选人的 隐私 这个也对于 后选人来说 是一个尊重 第二个的话 订话调查的时候 我们尽量 避免在上午打电话 我建议可以安排在 下午四点以后 每相对说 这个时候 呃 工作上面来讲 相对说 不会那么忙 因为上午 是最忙的一般性 来说公司里面 呃 然后 呃 在做背景调查之前 呃 建议还是 打印好表格 就是你要查 哪些内容 专门立场表格出来 然后根据上面 的一些问题 都要查 做好记录 呃 然后 呃 打电话的话 建议 呃 还是不要用 公司的过电话 最好是用 自己手机